我二十九歲開始在大學裏面教新聞 是教到四十二歲 教了十三年 我們在傳媒裏面做了三十多年 三十七年 各種不同的媒體我都做過 電視 電台 報紙 雜誌 互聯網 全部都做過 所以都是跟人接觸 傳播一些信息 都是做傳播工作 教書也是傳播工作 都是做溝通的工作 所謂 communication 有很多心得 有很多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 跟他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價值觀 跟我們那一代人是有少許不同 但我又不覺得現在那些人比較差 我們很多時候有些人經常說 現在好像一蟹不如一蟹 那些大學生水平好像比以前低 或者現在的年輕人 似乎沒有以前我們那一代人這麼積極 我不同意這種觀察和分析 因為真的時代不同 等於我很多年前 我小孩子幾歲大的時候 我在九熊城出身 我們在九熊城 好像他這樣的年紀的時候 是躺在街上的 因為很窮 然後家裡就在兩座九樓 冷漢那裡搭木屋 我這裡被老鼠咬 躺在坑區邊 或者躺在街上 我當時就拖著我小孩子 因為我小孩子說 大約是三四 四歲左右 四五歲 有錢高 六歲 我帶他兜個圈 你老爸有時候躺在這裡 你現在幸運 在九熊堂讀 跟著他說一句 你老爸沒有錢 我老爸有錢 你跟我說這些話 那你一聽 你會覺得 這傢伙真是打籤咀利 一邊拼咀利 但你想深一層 他說是沒有錯的 是吧 你會不會現在還希望 你那個下一代 現在過我們那一代 過的生活呢 是吧 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香港那時經濟那麼差 真正有錢的人 少得不得了 個個都是窮的 我們十歲八歲 穿那些膠花 遊公仔 是吧 要做這些事情 是吧 很窮的 住完冷行 又搬去山頂住木屋 搭一間木屋 買一間木屋 來住 等上樓住完自居 全部都是這樣的 但是那時候 你有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如果你高 你中學畢業 考五課會 考五課江頭 你都找不到一份武功的 大學畢業就厲害了 真的 是吧 大學畢業 香港大學畢業 我們那個年代 比如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就是七十年代 大學畢業 那時經濟剛剛開始起飛 你那時大學畢業 真是吧 養家的了 你家裡 培養一個 兒子 或者一個女兒 大學畢業 很開心 都中了床園 尤其是香港 如果讀醫科 更厲害 但是我們現在大學畢業生 拿出來找一份工 如果 家裡沒有地方給他住 他要出去租一間屋 是吧 我想他一萬多元 真是 媽媽要緊的 如果在大學裡面 借了錢 或者錄爆了兩張Credit Card 那他一畢業那天 就要還債 還到他三十歲 但是他小時候 他生活很好 他小時候 就是這一代人 二十多歲 大學 不如那些 他小學 中學 都是在一個 香港經濟相對環境 比較好 家裡很富裕 的情況下成長 但是當他出來 工作的時候 他就糟糕了 是吧 社會現在是變成這樣 所以反過來 我又不覺得 現在的人 幸福比我們那一代 是吧 我又不覺得 現在我們這個一代的人 他的競爭能力 比我們那一代 因為我們那時候 是人少的 大學生的比率很低 現在香港也是偏低 在所謂發達地區 經濟先進的體系 香港 那個 所謂大學生的比例 都是低 台灣是百分之一百的大學生 所以我又不覺得 我們那一代 比現在這一代的人 特別優秀 只是整個下觀的環境不同 還有這一代的人 現在這一代的年齊的人 那些八十後九十後 他比我們當年 即是說 同年紀的時候 是辛苦很多 就是 這個是 社會上面 整個下觀環境的改變 還有那個制度 整個建制 它跟不到那個時代的進步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 在殖民地統治下 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是要抗爭的 我們讀書 讀中學的時候 我們已經出來街頭抗爭 是吧 但是我們那個抗爭 是有成果的 我們現在有鼓吹抗爭 但是我們現在的抗爭 那個成果是很低的 付出的概念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是 我們現在的青少年 在那個思想上 你會出現一些迷事 究竟怎樣 未來怎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 現在的年青人 比起我們當年那一代 是更加辛苦 艱難 和面對的問題 是更多 我們那時候比較單純一點 讀書都未必可以 讀書讀得很好都未必可以 是吧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又希望 我們這些青少年 對這個社會 會有一個足夠的關注 否則的話 都不知道為甚麼 你讀書為甚麼 接著到你不如的時候 你又會想為甚麼 你會覺得很迷惘的 但我們那時候不是的 我們有一個目標 是吧 我們那一代人 我們搞抗爭 我們都有目標 是吧 我們讀中學的時候 最終能成為法定議員運動 讀大學的時候 是吧 接著搞社會運動 是吧 學生運動 是吧 就是 有個目標 有理想的 但是香港在過去的殖民 被統治之下 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這些年輕人 那個思維的模式 是受到局限的 我們往往是採取一種叫做 即是功能性的思維 即是說 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 往往都是這樣 行不行 最緊要 功利的角度出發 什麼都說不行 讀書都是 是吧 做任何一件事 你都要計算 那個成敗 這些就叫做功能性思維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的 勿敬天擇適者生存 大家要競爭 是吧 所以 你永遠就從一個 即是 功利的角度 功能的角度出發 於是 這種思維方式 就令到你 沒什麼理想 又不講原則 是吧 又不講什麼理念 即是等於我們現在搞五居公投 那些人就說 永遠從一個成敗 怎麼為止成功啊 怎麼為止失敗啊 有多少人投票才叫成功啊 是吧 民主黨不參加這個五居公投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怕輸 是吧 這個就是功能性思維 但我們倡議五居公投的人 是從一個什麼 結構性思維 講原則 講理念 講理想 是吧 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全部都是由烏托邦開始 以現實告終 全部都是 任何一片 搞什麼革命都好 都是由烏托邦開始 又不可能實現 而變成一個現實 但是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它整個社會的氛圍 價值觀 就是要令到一些人 往往就是從一個功能性的角度去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 你會看到 令到我們在思想上 會出現一些所謂的民視 你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 得失 成敗 因為我看得很重要 其實人生 生命 不只是講成敗得失 或者我們把話題轉回 我剛才會說過一件事 我剛才又扯完了 現在的年輕人 發言 不應該不是 都能搞定